每天坐每天坐 每天坐每天坐 所以你回家每天坐 每天坐 每天坐就会像老师一样 106岁了 老师 现在你的徒弟 你讲他来坐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就跟着坐 好不好 我坐五年了 老师你看对不对 大家一起坐 第一个是胎息 胎息老师肚子要凹凸进去 吸气进来 慢慢吸 老师这个是一百零八项 末属一百零八项 然后再煮气第四口气再进去 这个我在练的时候 刚开始不行 现在可以的 这个的那个 关键就是你有沒有去 中间那三口气有没有换气 如果换气就会很少 如果不换气 走不来 这样一开始 把那个 把那个 鼻气 第四口气再进来 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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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做了 我一口气没有像老师那么久 但是 所谓四五百零八项都有 刚开始一百零八项都做不来 那我到时候才发觉 就是说 我没有造成这个 所谓 土三口气 早上起来做九口气 那这一个点 好 这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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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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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人的话 我们就这样 这样谈 关关系 我的一口气 洗一个小时 我 要不要太高了 要不要太高了 看高吗 孩子放地 我用这种地 他用这种地 我又是 сожалению 那我该带 要不要太大 我接的 我妈妈在头发 我 貓公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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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